再来88个叫做倚偏概全 这个也常常写错对不对 这个概不是把它盖住 而是把它整个都含刮起来 叫做倚偏概全 用少数的例证或者是特殊的情形 去概括整体叫做倚偏概全 再来89个叫严检乙概 是背部的概不是概 那概是兼背的意思 什么是严检乙概呢 是指言辞简单而意思完整 那最近很多人在讲笑话 说你知道四大名著的区别吗 我们知道四大名著是水浒 红楼三国跟西游记 有人说很简单 一句话言简意该 来形容这四大名著的区别 比如说水浒传叫做阳气十足 红楼梦是阴气十足 三国演义是杀气十足 西游记是妖气十足 还有人说不对不对 水浒传呢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 应该是哥哥救我 红楼梦应该是妹妹救我 三国演义应该是军师救我 西游记呢就是悟空啊救救我 最近不是在流行那个黑神话悟空 对不对 那有的人说不对不对 应该是水浒传的一句话概括 叫做我们结拜吧 红楼梦是我们结婚吧 三国演义是我们结盟吧 那西游记是我们结伴吧 就是一言简一概 把四大名著的精髓融入其中 好再来我们看一下 第九十个叫顾不自封 这个顾不是固定的 是旧有的 顾不是旧有的不发 旧方法 叫做顾不自封 那指的是安于现状 不求进取啊